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频道 Apple的iPhone 16、16 Pro和16 Pro Max系列 在上星期发布及接受预订 是今早正式开售 今早早8点多家Apple Store门口已出现排队拿机的人龙 情况绝对不输去年 其中铜锣湾Apple Store外有收机档聚集 大量买机的人即买即放新iPhone 以16 Pro Max沙漠泰金属式256GB版本赚最多 每部正赚$2500 由收机人士透露 经济市道差 今年内地客需求量较少 对大容量兴趣更低 所以售价较便宜的低容量256GB更为吃香 现场有放机人士坦言 价钱没去年那么好 他只放了两部沙漠金Pro Max 256GB 原价是$10199 放机价两部是$25500 平均每部赚$2550 他说水位较往年低 指去年两部卖大约$26000多 但对价钱还算满意 他少然赚$5000多当帮补一下 有收机人士就说 $2500水位其实已算高 他指Pro Max 256GB价钱特别高 是因为太多人卖512GB或1TB 指内地客对大容量需求较往年少 相信是今年经济和市道交叉所得知 他有解释指今年新iPhone 除了是颜色之外 其他功能上改变不大 他又说全球经济不太好 很少人都换新机 而据他的观察 今年Apple Store门口都没有以前那么虚陷 他指东南亚国家 例如星马泰都已经有苹果专买店 当地买机价钱 甚至比香港炒价的水货低 所以除了内地之外 外地需求也减少 所以水位较之前低 另外位于尖沙咀广东道的Apple Store 早已有50至60人在排队预约裸机 也有20至30人在等获衍购买 直至早8点多 人龙仍然未消退 排头位的买家是由深圳搭高铁到香港买机 他早上7点10分左右 已到达尖沙咀广东道的Apple Store 买的是25至6亿的iPhone 16 Pro Max 而颜色方面 他觉得全部颜色都不错 不过是因为订购时间紧逼 所以就选了自己喜欢的黑色 之所以特意由深圳到香港购买 主要是因为港版价比拉陆便宜 同时港版亦有可能用到Apple Intelligence 这位来自深圳的买家本来是用iPhone 13 之所以会买iPhone 16 Pro Max 除了是因为新增了营上按钮之外 他亦都体重了它的散热功能 有助于日常的使用 另外一个来自浙江的买家 并不是第一次在iPhone首日开卖 就到门市排队入场 他在香港读书 每年的首买日都会到场 在去年的iPhone 15首买日 亦都有亲身到场买机 今年他一口气就买了一部iPhone 16 Pro Max 一只Apple Watch Ultra 2 黑色 一只Apple Watch Series 10 黑色 以及一条Hermas 标带 另外不少炒家在拿机后 纷纷涌到旺角的仙达广场放机 在早上11点半左右 场内已经水舍不通 放机的人亦落役不绝 直至12点 排队人士已经由店铺排到商场门内 在中午12点 现场所见 iPhone 16 Pro Max的沙漠金水位仍高企 虽然价钱已经比早上较低 但都可以赚到大约2,000元左右 其他颜色的收机价就低大约几百元 不过iPhone 16 Pro的小机灾情惨重 上午11点半 回收价仅比原价多1元 至12点半 有店铺甚至已经跌破原价 仅仅收8,400元 而iPhone 16 Pro Max的512GB 更加已经暂停收机 有放机人士听到消息后 面露紧张表情 担心手上的机变成蟹科 有收机商户表示 今年沙漠金 Pro Max 和大容量回收价更高 是11点半 原价10199元的 Pro Max 沙漠金256GB 回收价12,600元 原价11,899元的512GB 就13,700元 而原价13,599元的1TB 就大约是15,000元 不过商户相信 收机价钱到下周 会跌得更快和更多 有商户又指 今年炒价比去年低 指去年一开始 水位达到3,000元 今年大约只有2,000元 价格暂时平稳 但相信没有上升空间 而且预料会继续跌下去 他指自用的用家也不介意 上网订池一、两个星期拿新机 他有指 傍晚收工时间人流将会更多 但价钱一定会较总不更低 他解释 今年新机没什么新意 内地也用不到AI的功能 现时新机主要是在相机方面有所提升 吸引力并不算高 他指很多人认为256GB已经够用 人们要是买最大的1TB 要是买最小的256GB 512GB卡在中间 所以需求并不多 截至今日下午2点半 16Pro Max砂金256GB的水位 得回1,600多元 而统一容量的黑色、白色和原色 就跌到得回300元左右 相信过了今日也没什么水位 曾经在iPhone亚洲水货集散中心的旺角鲜达广场 可说是举世之名 但随着iPhone开售国家越来越多 产品也炒不起 商场的辉煌日子也不再 近年更有很多吉铺 商铺也大幅贬值 今年初 商场一楼一个面积大约120平方尺的铺位 以198万元成交 原业主持货大约13年 铺位贬值大约七成半 竞涉640万 这个铺位赤价大约16500元 转手时月租5千元 租金回报大约3厘 原业主在2011年1月以838万买入 持货超过13年 将面大幅涉量640万 铺价面值达超过76 这个商场上年中也曾录得一宗地铺涉量的成交 这个铺位建筑面积大约81平方尺 威之轮近扶手电梯 当时以300万亿手 平均赤价大约3万7千元 原业主在2012年5月以865万买入 持货大约11年 估货帐面涉量大约565万元 贬值大约65 在过去十几年 旺角仙达广场可以说是 与iPhone和其他苹果公司产品生死与公 在2007年第一代iPhone面世后 亦开始影响仙达的铺位成交价 在过去的成交数据得知 2012年仙达的地铺最值钱 这一年有铺铛已高达6200万估出 至于这个商场的地铺平均成交赤价 最高的就是在2014年 即是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推出的时候 当时的铺位赤价近22万 不过随着近年iPhone被指缺乏创新 和内地和香港接近同步发售 水货销路每方遇下 令不少仙达广场手机铺结业离去 留下的大部分亦转型成为手机维修铺 更加吸引了不少手机铺以外的店铺进驻 例如服装店和街头小食店等等 除了仙达广场之外 在今年3月 铜锣湾铜锣广场录得一宗震撼的涉样个案 一个纳米单边铺位仅以8万元逆手 业主持货19年 涉幅高达96 这个铺位面积大约30平方尺 原业主在2005年以186万扣入 他在3月初以8万元沽出 成交赤价大约2600多元 今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